如果凡人的大鹅跑到了我的世界里 嘿大家好我是小包 去牛哥凡人的大鹅特别火 不知道你们玩过没有 他可以说是把剑这个字发挥到了极致 但是有的人就很奇怪 在游戏里用大鹅切NPC不够瘾 居然把它搬到了桌面上切自己 这个大鹅甚至会在你玩游戏的时候 叼走你的鼠标 再然后这只鹅又出现在了我的世界里 这个凡人的大鹅有超过十种行为 而且完全没有规律 比如说你在大方块的时候 它就可能会突然出现在你面前 挡住你的准心 让你什么事都做不了 偏偏你还没有办法攻击它 有的时候它会突然围着你转圈圈 每转一圈还会朝你叫一声 虽然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总感觉烦得不行 有的时候这只鹅从旁边走过 会突然把我们的视角给扯过去 强人所难大概三秒钟的时间 然后就可以恢复了 有的时候它则会突然出现 然后把你身上的盔甲叼了就跑 然后会说一句闪闪发亮的东西 我的了 有时它拿的是头盔 有时拿的是鞋子 有时候是手上的武器 或者是木头什么的 想拿什么全看它的心情 而且它是瞬移过来拿的 你还防不住 你看我手上这几十个木头 搭着搭着突然全给我拿走了 有的时候它会给你带一些朋友回来 至少它的话是这么说的 至于它清不清楚这些朋友会打人 那我就说不准了 如果带回来的是僵尸或者小白还好 它有的时候会带回来苦力怕 突然出现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 一下子就炸死了 特别是在房子里的时候 出现苦力怕的概率贼高 感觉它就是故意的 这只大鹅还会一边走路 一边放牌子 上面经常写着一些无理头的话 比如对面的那个牌子 哦对了对了 因为它很喜欢搞破坏嘛 如果门关着它又想出去 它就会直接把这个门给撞掉 不过既然苦力怕都能直接带进家里 装不装我们好像都无所谓了 由于这只大鹅喜欢偷东西 又喜欢搞破坏 它有时候会直接把你的箱子给撞掉 然后拿走里面的东西 并留下一个告示牌 告示牌上写的是I'm sorry 而由于这种事件触发的概率是随机的 所以它很有可能刚拆完一次 一转头又去拆一次 再给你留一个I'm sorry的告示牌 老折磨王了 给这只大鹅送花的话 它会很开心 然后给我们一些别的东西 有的时候它会边走边拉 把地面弄得很脏 像这些木头什么的 全部都会被它替换成泥土 走到哪里破坏到哪里 可以说是非常符合它的人设了 而且它是无敌的 不会受到伤害 你也不用担心它会跑丢 因为超过一定距离之后 它就会顺移回到主人身边 我建议每一个人都给自己游戏家 这么一个小伙伴 让单机游戏从此不再孤单 这只大鹅还有挺多行为的 但由于是随机的 所以没有办法全部展示出来 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 好了不说了 我要下去买烧鹅了 那本期视频就先介绍到这里 我是小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